看过头号玩家以后 许多人都不禁产生一个问题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 其实斯皮尔伯格导演还是蛮讲究的 在电影里除了给玩家们 配备了市面上现在常见的VR眼镜外 还有全套的硬件设备 包括触感手套 力反馈套装和万象跑步机 之所以需要配备这些装备 是因为VR眼镜只能保证视觉听觉上的真实感 但是想一想 想要模拟出真实世界的效果 只有视觉听觉肯定是不够的 还需要解决触觉定位 还有人物的移动问题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很多人在玩3D游戏的时候 都会有不适感 这种现象被称为3D眩晕症 主要原因就是 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运动器官是高度协调的 3D游戏逼真的画面 让你的大脑产生了真实的视觉反馈 但其他运动器官却没有感受到运动 这种矛盾就导致了眩晕感 所以如果想要达到头号玩家中 这种完整的真实体验 除了视觉听觉之外 还需要新的交互形式与交互设备 无论硬件形态如何变化 基本上有三个思路是不变的 第一 一副手持设备 这可以给使用者带来触摸体验 同时可以让使用者 在虚拟世界仅靠双手进行交互 这点在电影少数派报告中就有体现 第二 一套动作捕捉和力反馈设备 这可以将穿戴者 在现实中的动作投射到虚拟世界中 并且给身体带来力反馈 第三 一套定位和移动系统 可以让虚拟世界中的人物 与现实中的使用者一起移动 事实上 这些电影中的设备在现实中早已有了原型 只是还没有那么完善罢了 那么这些全新的交互方式 是如何一步步诞生的呢 大家好 我是游戏观察家 馆长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继续聊聊 游戏和科技的关系 在所有的游戏交互设备中 手柄一定是最有名的那个 不过虽然手柄多种多样 各家有各家的特点 比如有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但我想许多人印象最深刻 接触最早的手柄可能还是这个 这个手柄来自于任天堂 在1983年推出的游戏史上 最具代表性的家用主机之一 NES 也被称为FC红白机 而这个手柄的特殊之处 就在于首次利用十字键代替了摇杆 影响了后来许多手柄的设计 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 任天堂开始觉得 现在的游戏主机也太缺乏创新了 不管是游戏手柄的控制方式 还是游戏本身都越来越复杂 这就导致非核心玩家很难参与进来 那为什么不开发一个 不需要传统手柄 开脑洞还得是你啊任天堂 2001年任天堂悄悄购买了一家 名为Gyration的公司的股票 这家公司有着以陀螺依为基础的 体感控制技术的全球专利 其实最早任天堂并不是这家公司 首选合作的对象 一开始公司老板奎英 是想把这项技术 卖给刚刚开发了Xbox的微软 但没想到Xbox团队拒绝了 奎英转头就去找了索尼 没想到又被索尼给拒绝了 好在奎英并没有放弃 又去找了任天堂 依托于体感技术 2006年任天堂发布了革命性的主机 Wii成为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 家用体感游戏机 同时发布的Wii Sports 销量一度超过8000万 让玩家通过体感识别 就能实现打网球 棒球 拳击等运动 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交互方式 甚至在2007年 有媒体评选十大将要改变世界的科技 Wii榜上有名 排在其次的是刚刚发布的iPhone 而Wii与Wii Sports的诞生 也揭示了一个方向 新的交互方式 往往能催生新的游戏 甚至突破游戏 而这些游戏 又能让新的交互方式得以普及 虽然Wii因为拒绝了奎英 错失了一次带来革命的机会 但当第二次机会摆在他们面前时 他们最终选择了接受 Wii的风靡 虽然革新了游戏的交互方式 确实让玩家离开了沙发 但还是需要手上握着控制器 这时 以色列人艾维亚德·梅泽尔斯 诞生了一个更为疯狂的想法 如果手里不需要控制器 就能玩游戏 行不行呢 如果人体本身就是游戏的控制器呢 基于这个理念 艾维亚德和几位好友 成立了Primesense公司 主要研究的 就是深度感应与人体识别技术 并且最终开发出了 能在3D环境下 识别人体与物体的摄像头 Wii基于Primesense的技术 最终找到了属于他们的交互技术 就是不使用控制器 而是使用摄像头识别人体动作 将肢体语言转换成操作指令 2010年 微软发布了这款名为Kinect的设备 上市两个月 销量便达到了800万 创下了销售速度最快的 消费类设备的吉尼斯记录 虽然Kinect的命运 最终没有逃过被砍掉 但它带来的Kinect效应 已经突破了游戏 在科技工业范畴被广泛运用 甚至谷歌学术搜索中 主题中包含Kinect的论文总数 超过了11,500篇 事实上在Kinect之前 三维光学检测 主要还是以工业用途为主 并且昂贵了 但为了让这项技术应用在游戏上 微软投入了大量的成本进行研发 最终让Kinect成为了第一海 真正意义上的民用级三维传感器 微软在之后自己的AR设备 Hololence和Windows Hello摄像头中 就应用了Kinect的深度感知 和人脸识别系统 有意思的是 另一家科技巨头苹果 在Kinect发布三年后 收购了Primesense 并将它们的技术 用在了自家手机上 催生了Face ID 许多交互技术 就是最早通过游戏 实现了从工业级到消费级的转变 最后不知不觉融入到了生活中 并深刻地影响着未来 事实上 在新世纪的前十年 人机交互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而几乎历史上 每一次人机交互方式的改变 都伴随着游戏行业的矩阵 最典型的就是iPhone 在iPhone诞生之初 许多游戏就敏锐地察觉到 触屏的大有可为 短短几年就出现了几款现象机手游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愤怒的小鸟》和《水果忍者》 就像当年 微软在Windows当中植入扫雷 是为了帮助用户熟悉鼠标操作一样 《愤怒的小鸟》和《水果忍者》 成为了最直观能展示触屏交互的游戏 说是为触屏而胜也不为过 不管是多点触控 各类体感技术 还是三维传感器 面部识别系统等等等等 这些技术一步步拒杀成塔 以至于今天许多人 想将这些技术进行整合 创造出头号玩家中 那样真实的虚拟世界 不过这些交互 虽然有着各类算法做支撑 但主要还是体现在硬件方面 想要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交互 还需要和更智能的程序进行对话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越来越多人 把注意力放在了AI上面 事实上 任何玩过游戏的人 早已在游戏中与AI有过互动了 无论在什么样的电子游戏里 总会有一些人工智能元素 藏在除玩家控制的角色之后 最常见的当然就是那些NPC NPC越智能 玩家的真实感也就会越强 但没想到吧 我们小时候玩的吃豆人 其实也被看作游戏AI鼻祖之一 在游戏中 一共有四个不同颜色的幽灵 玩家就是需要躲避他们的追逐 并吃到豆子 虽然受制于当时的技术 没有很复杂的AI 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 四个幽灵 其实各自有各自的任务 幽灵AI一共有 Chase Mode Scatter Mode Frightened Mode 三种模式 这种设计被称为有限状态机 在90年代的游戏中非常流行 有限状态机是一种数学模型 可以模拟世界上大部分事物 它主要有三个特征 第一 状态总数是有限的 第二 任意时刻只处在一种状态中 第三 满足某种条件后 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 也正因为这些特征 所以所有NPC的行为 必须都是预先编程的 只要你熟悉了流程 这些行为最终还是会变得可以预测 所以玩家最终会失去兴趣 这就有点像 我们以前玩的多结局单机游戏 虽然根据游戏中角色的不同选择 会走向不同剧情 但归根结底 结局还是那么几个 在文明这样的战棋类游戏里 这样的算法显然就不够看了 因为玩家需要与人工智能 同时竞争去开发城市 这些就很难给人工智能预先编程 只能根据当时的状态去做出决策 所以另一个方式 是先计算出玩家和自己 所有可能的行为 然后每当玩家做出一步行动 就进行搜索 预估出下一步的行动 从而做出反应 这一次次搜索带来的可能性 就像树枝从树干上长出来一样 因此被称为 蒙特卡洛搜索树算法 MCST AI通过执行MCST 来选择最有价值的一步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需要一个 像头号玩家那样的开放世界 情景都是随时变化的 这时候就需要MCST算法 在每一轮中 都为玩家带来不同的体验 相比有限状态机 MCST更适合策略与博弈 应用范围也更广泛 2016年由DeepMind开发的人工智能AlphaGo 在与李世时的五番奇大战中 以四胜一败获得胜利 成为了AI在围棋领域 超越人类的转折点 而这其中就利用到了MCST算法 但是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明星 DeepMind并没有仅仅将技术用在围棋上 DeepMind的创始人戴密斯·哈萨比斯 从小就是一个游戏迷 据他自己所说 他的AI之旅就始于游戏 4岁时 戴密斯就开始下国际相机 到了89岁 就通过国际相机比赛赠来的奖金 买来电脑开始学习编程 并且开发出一些小游戏 17岁时 戴密斯编写的游戏主题公园 就卖出了近400万份 也是在开发这款游戏的过程里 才开始对AI产生兴趣 并且意识到 利用游戏来开发AI 是一种合理的方式 2008年 戴密斯接触到一款名为 Folded的蛋白质折叠游戏 这款游戏的灵感 来自于一个著名的假设 蛋白质的3D折叠结构 完全取决于它的氨基酸序列 要知道 每一种蛋白质 都有独特的三维结构 而蛋白质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个结构 虽然在自然界中 蛋白质分子一瞬间 就能完成折叠过程 但是人类想要通过计算 预测出这种折叠 却非常困难 但是Folded 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法子 利用游戏的方式 让无数用户操纵简单的 类蛋白质构造 并定期更新 以真实蛋白质结构为基础的谜题 将科学问题融入到游戏中 利用群制群力来解决 当时Folded首席设计师 C.S. Cooper说 人类具有空间推理能力 这是计算机所不擅长的 游戏则提供了一个框架 把计算机和人类的优势 整合到一起 Folded的成功 让戴密斯看到一种希望 AlphaGo 就是通过输入人类围棋大师的棋谱 最后通过不断对弈 最终超越人类棋手的 如果把这个思路 用于蛋白质折叠问题呢 于是在2016年 AlphaGo战胜离世时候 戴密斯从首尔回家 团队就启动了AlphaFolde项目 利用人工智能 来解决蛋白质折叠问题 两年后的2018年 AlphaFolde在国际蛋白质结构预测竞赛 CASP上一举夺魁 预测出了43种蛋白质中 25种蛋白质的最精确结构 到了2021年 AlphaFolde的横空出世 更是引爆学术圈 预测了98.5%的人类蛋白结构 而根据最新消息 DeepMind正式宣布 AlphaFolde已经能预测 2亿多个蛋白质结构 几乎涵盖了地球上 所有已进行过 基因组测序的生物体 AlphaFolde的成功 也让人意识到 AI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巨大潜力 生物物理学家施一工甚至表示 以我之见 这是人工智能对科学领域 最大的一次贡献 也是人类在21世纪取得的 最重要的科学突破之一 事实上 这10年来 AI的发展成果有50%与游戏相关 各种算法也在不断被优化 最终也是在像戴密斯一样的游戏思维下 超脱游戏 开始在其他行业引起巨变 今天 随着游戏和科技的共同发展 许多技术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与社会 在2009年 Online首次发布云游戏服务后 在2017-2019年间 英伟达 微软 谷歌 腾讯 陆续推出了云游戏平台 云游戏带来的高带宽低延迟稳定性等需求 也让边缘计算 5G等底层科学开始融合发展 在2020年 有一款名为 微软飞行模拟器2020的游戏 也是采用云游戏技术 几乎重建了地球表面所有的地点 让玩家可以在超过4万个机场 进行飞机降落 100年前 莱特兄弟用简陋的材料 将人类送上蓝天 100年后 人类利用游戏技术 让人们可以足不出户 也能去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除了让人们可以看到 已经存在的事物 游戏还能复刻和保存现实 比如在2019年 巴黎圣母院因为大火严重损坏 在重建过程中 许多人就提出 利用刺客信条大革命 来帮助巴黎圣母院的重建 因为当初正是为了真实性 开发商育碧 几乎百分百在游戏中 还原了巴黎圣母院的一砖一碗 既然游戏当中的场景 得以让文物重建 那么是否可以利用这些技术 将现实世界里的文物 数字化保存起来呢 当然也可以 云游长城就是根据这个思路 将现实中的长城 还原到了虚拟世界中 为了达到足够的精度 这个项目就采用了 游戏中常见的照相建模 和三维激光扫描技术 同时用虚幻引擎物进行了渲染 而为了让更多人能用手机 就能体验这种真实的效果 项目选择了云游戏的模式 或许在未来 通过这些游戏技术 可以把更多的文物 数字化保存下来 不仅是为后人留下风陪的资料 也可以让不方便出行的人 更真实地感受这些文物的风采 这里我不是强行拔高游戏的价值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市场问题 如果我们把游戏看作一个产品 它其实遵循着很简单的商业规律 当一项技术 可以用于某一个消费级产品 或者革新了这项产品 那这个产品 就会开始拥有更广泛的市场 一开始这个技术 只是为了完善这个产品的技术形态 但是随着消费者增多 市场扩大 就会对产品提出更高的要求 商家有了充足的利润 为了竞争 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资金 去对技术和产品进行升级 一直到相关技术越来越多 乃至外溢 开始扩散和应用到其他行业中 这种现象 在科技史和商业史中并不显见 而游戏恰好是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 在游戏中诞生或应用成熟的科技 往往可以反哺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 有人可能会说 那游戏的目的 是不是就是刺激科技发展 我认为恰恰不是 游戏的主要目的 就该是好玩有趣 为什么这么讲 也正是因为为了好玩 任天堂 微软发明了全新的体感设备 正是因为玩家对游戏的需求 游戏设计者才会在游戏中 加入更加智能的角色 而这些追求一次次倒逼科技进步 将许多尖端技术民用化 也成了许多黑科技的孵化器 最终在其他行业爆发出新的光彩 或许在未来 还会有更多的好游戏诞生 并催生更多出色的科技 消费 商业 洞剑 近在SA实验室 我是关长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